像講到德國 我有一個好姐妹嫁給德國人 然後我去看她跟她 就是跟她們家玩的 跟她們家玩 去找她玩的時候 然後我就 我口誤啦 然後她老公就看著電視 就是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就一直講這一句 我發音可能不太標準 要問一下賀少俠 Dunker Bonser Dunker Bonser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幹嘛啦 幹嘛笑他啦 你教我們嘛 應該是講對了嗎 沒有 她看到女生就會講這個 準確的發音是Dunker Bonser Dunker Bonser 它不多啊 這個字很奇怪 沒關係 什麼 我就說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看到女生就要講這個 然後她就說 關燈睡 然後講了幾次之後 我就說怎樣啊 我說你老公一直睡著 別的女生 是有一些性幻想嘛 幹嘛一直要睡這樣子 解釋是說 她是在形容那個女生 要關了燈 才可以跟她睡高高 就是可能不太樂觀 不可以太明亮這樣子 就是我們講說什麼 燈一關牙一咬就過了 對 或是喝醉一點就可以 對 妳這個再講一次 這個再講一次喔 燈一關牙一咬就過了 燈光搖一搖 燈一咬就過了 燈一咬 沒有我們 不要學啦 你們不要亂學 這個我們要學起來 這個很重要 不是我們台灣的說法是 比如說我跟你在街上 我就說那可以嗎 這可以嗎 這樣子 我們就會開妹嘛 然後你就會說 這個要關燈 那個要關燈 對 是這個意思 對 我帶來的一句話非常有名 這個你們如果去巴西 一定 要學起來 怎麼發音 對 什麼 高雄斑路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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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句話好了 比如說我如果 比如說 我想一下 一個人問我 欸吳妍你覺得他 看起來怎麼樣 我說哇 他真的像狗在吃芒果的樣子 那是想他很漂亮嘛 就是芒果很貼心 很貼心 很貼心 有 會不會 可是他是ING 他在吃耶 那 狗在吃芒果 都做了 都不是 好 如果我要猜的話 如果我要猜 因為我自己有養狗 然後我狗很喜歡吃水果 但是他不喜歡吃芒果 美食給他 就在天一天 然後就走掉 然後是 就是這個人 就是對著那個芒果 完全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就是沒興趣的意思 比較借鏡 是比較借鏡 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是真的 醜到一個不行 為什麼 芒果 真的 比醜的等級還醜 就是一個狗在吃芒果的樣子 我懂了 它是一個形容 就是好像一隻狗在吃芒果 有兩個意思 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巴西的女生朋友 先來台灣玩嘛 所以就跟其他的台灣人的朋友 帶她去一個酒吧 然後就是教她 體驗一下台北的野生活 然後我們在那邊 就是喝酒聊天的時候 就是一些朋友就問我 你問他就是這邊的男生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看了看了看了 就講了這句話 大家就像就是 剛才去芒果 然後他們就很好奇 這個是什麼意思代表 他在很帥嗎 我就跟他們講 其實不是 這個是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對不對 代表現場的那個酒吧裡面的人生 對我的朋友來說都很醜 可是他們就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是 狗在吃芒果 是這麼的醜 因為第一個 我們在巴西吃的芒果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在台灣吃的芒果都已經切得很漂亮 就一顆一顆吃 我們巴西不是 我們是直接把一把刀 把那個芒果直接切 把皮拿掉了 然後呢你如果把這句話放在Google 你會發現這一句話是貼在好多 狗狗真的在這樣子吃芒果的照片 真的抽到一個不行 就真的很噁心 然後在巴西狗的這個字 也是代表惡魔 惡魔 地獄的惡魔 那你如果想像地獄的惡魔 在這個芒果 然後就是濕濕的 就是渣渣的 黃黃的 就是像草叢 他是不是很有想像力 我們英文也有一個 在吃芒果啊 這個人就是一個 奶油臉 對 很醜的意思嗎 對 沒有 就是 就是 傻眼 好壞喔 好壞喔 你們沒有聽過這個嗎 當然是 完全沒聽過 今天再來教大家一個俄羅斯 看他怎麼罵人 你知道我們在俄國 武漢有很多戰話 所以我給你們一個 這個其實算是很簡單的 俄文就叫 什麼啦 什麼啦 腦袋能磨斧頭 蛤 或是 我覺得他們的問號語 都好拐彎抹角 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人的想法 一個人的想法很硬 對 天然要教他 但自私不敢 我要故 對 這樣不聽 這樣不聽 複雜 對 對 就真的 這個滿好猜 他猜對了 因為意思是 覺得那個腦子那麼硬 你可以拿一個斧頭 然後在他頭上就發木 然後什麼都沒有感覺 他就跟石頭一樣 哦 可是因為我們這樣話的時候 沒有那麼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就 我們的漫長話就非常非常髒 所以我們會變比較 這個比較漂亮的東西 可是其實這個也是很不好的 所以平常你用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 比如說媽媽 罵小孩 然後就拿東西 我說 我就跟你說了很多次 你一直不聽話 哦 所以你會哭其實 所以平常你講得就很兇 哦 意思是我跟你講了很多次 一直講一直講 可是他還是做他的事啊 我們是講 阿達媽孔孤立啦 但其實是日文 阿達媽是頭腦 孔孤立是水泥 頭腦裝了水泥進去 是不是很硬 所以你的腦袋可以磨斧頭 就跟這個是硬一樣的意思 對 大家又學了一課哦 好 再來我們要聽聽看韓國 用一個奇怪的東西 韓國就是很簡單兩個字 一個魚 對 捏魚 天啊 演藝圈也有一位捏魚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也有綠茶吧 有啊 都有啊 那捏魚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只一個人的時候 怎麼捏 這個嗎 韓文就是很像日文 巴克沙里 巴克沙里 真的很像日文耶 對對對 就是一種魚 你們有聽過這個魚嗎 因為韓國人會吃這個魚 對 因為就是普生的 長得很醜 長得很像狗在吃芒果 對 長得很像狗在吃芒果的那個魚 很醜 因為韓國人就是會罵這個東西 你們才在看 什麼意思 也是罵醜嗎 那就是醜吧 就是 你就是捏魚 魚很慢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 腦袋撞嘴你一樣的東西 是喔 對 韓國人就是 只一個人是魚的時候 就是笨的意思 因為魚本來就很笨啊 比如說鯨魚 鯨魚很聰明 鯨魚腦 沒有 鯨魚是很容易忘記 我們說 奇妙記憶 對 所以說我們叫捏魚 就是看起來就很醜 又很笨 呆呆的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 鯨魚 鯨魚的鯨魚 鯨魚很像日文的那個 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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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直接講這個 之前去韓國嗎 不是去韓國 我再 我回去韓國嗎 我回去韓國 我回去韓國 我鯨魚 我是鯨魚 鯨魚 對 然後我回去韓國嘛 然後我台灣朋友來韓國來找我 然後就 他才要吃那個鯨魚湯 就是去我湯 就是那 他 就是我去之前就是我叫他 這個叫 這個魚叫巴加薩里 但是這個也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亂講 然後就是我們到了那個 鯨魚湯的那個店之後 那個阿姨不是在歡迎我們嗎 然後他就說很開心嘛 因為台灣朋友沒有來過 也沒有吃過 很熱情 然後跟阿姨說 阿姨媽阿姨媽 巴加薩里巴加薩里 然後阿姨媽就覺得 這個 因為他不知道他是遊客 喔 因為巴加薩里這個音 是很容易正確的 因為很簡單嘛 然後阿姨就覺得很生氣 然後還有一個是 韓國有一個很好笑的 這個 你都哭了 你都哭了 自己都哭了 自己怎麼講到嘴軟呢 好久沒有這樣整齊話 小亮哥 小亮哥你都哭了 什麼意思啦 所以這還是 是讓人家很胖的意思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是說 因為有人家就是一直 比來比去嘛 比如說你的表皮 我比較貴 我的表比較貴 在比來比去的時候 車子啊什麼的 對類似那種的時候 我就是敷衍跟你說 你都哭了怎樣 就是類似 因為你比較厲害啦 類似這樣敷衍的時候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對就是你的食品 對你的賽品比我粗 對 是 是 就比到沒得比 然後這個亂比 好久沒有了好爽喔 好可愛喔 來錄節目 讓她開心也不錯啦 而且我們平常好像很少聽到 用動物跟魚來罵人的 你們有嗎 還有嗎 英文很多 你一定有聽過喔 這樣一個S 大家都知道 S 不是動物啊 沒有 S就是動物的意思 是喔 就是很固執的一個人 還有我們常聽到的那個B字 也是一個動物啊 嗯 是不是就是 不是嗎 而且為什麼你的美國人要 就是神聖的牛啊 神聖的牛聽起來很神聖啊 為什麼要把它拿來當罵人 對 你說那個 Holy cow Holy cow Holy cow 那個我會用那個來罵一個人 但是我們跟牛有一個 Holy cow Holy cow 你罵一個人一個女生 已經生很多小孩 像我的牛 在我農場的牛 Holy cow 我們只會放人家豬而已啊 豬頭 豬腦袋 狗 狗也是不好聽 蛇 我們巴西會用蛇 我如果就是說 你就是這個蛇 就是代表你自己中人 在別人的背後 就是攻擊別人 喔 Backstabber 放冷箭的那一種 那你幹嘛指我 我 你就是這個蛇 二分之一強 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 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二分之一強 二分之一強